今天用猪龙骨来做一个奥尔良风味的煎龙骨排 猪龙骨带很多的肉 切成片让商家给切好的 然后凉水入锅焯烫 在浮沫焯烫好以后 捞出来洗净表面浮沫 开水入锅 下入八角和生姜煮40分钟 小火40分钟以后捞出 撒上奥尔良烤肉料 均匀的涂抹 让其好入味 腌一个小时 铸铁锅里倒入适量的油 放入腌好的猪排 再接着煎 一直煎到两面金黄 就是两面都有焦黄色 这样煎好的猪龙排会非常的香 出锅享用吧 撒上这可能提示 白旁白帽 确实